這位名為埃米·胡克斯的女子 將搶救蜥蜴的整個過程上傳到了網上 引起網友的關注 從視頻中可以看出 埃米用手指在蜥蜴的胸部不斷按壓 模擬心肺復甦的過程 甚至用嘴對蜥蜴吹氣 一開始蜥蜴並沒有任何反應 埃米甚至想要放棄 不過在丈夫和兒子的鼓勵下 她堅持到了最後 蜥蜴又開始慢慢呼吸 終於 蜥蜴的蜥蜴被成功救活 開始在院子裡曬起了太陽